下一个消息非常可怜 为之让人心痛的消息 2023年4月1号 据新华社报道 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 巴基斯坦巴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3月31号 发生了一起踩踏事故 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 十多人受伤 当地警方告知新华社记者 踩踏事故发生在卡拉奇一家私营工厂外 当时那里聚集了准备领取慈善救济的许多民众 你会觉得老公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 我给你们念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就巴基斯坦头两条给你们公布的 他们卖粮食 来一车小卖 老百姓去买粮食 当时有两个小孩就踩死了 这回是一个工厂 这个工厂是好心 搞一些福利给老百姓 什么也是粮食 还有一些部分国家捐的一些衣服啊 还有一些什么物品啊 给这些老百姓免费发放 但是没想到 这些老百姓挤到这个工厂之后 才死15个人 才伤好几十啊 你会觉得我这能说明什么 这就能说明一点 巴基斯坦人得可怜到什么程度了 兄弟们 啊行 你们想想行吗 为了抢粮食 为了抢援助的东西 踩死15个 真是他妈踩中油斩 油踩踩中踩 太敢踩了 你们会觉得老我呢 巴基斯坦目前为止变成这个样子 归功于谁啊 谁造成的 美国呀 你会觉得我真的吗 哎呀 幕后黑手全是美国 真的行吗 你们会觉得老我呢 他把美他把这个巴基斯坦给干完了 他利用目前为止的啊 前总理啊 伊姆拉罕下台的这个事 导致国内现在大范围 不是这家爆炸就那家烧火 那家游行 那家反政府 全是这个 所有人不在工厂上班了 所有人不在地里劳作了 全都开始打砸抢烧 啊 就是又踩完了 可不是啦 美国太坏了 万恶职员 对 万恶职员 就是美国啊 啊 这个啊 巴基斯坦都不如六十一 啊 现在叙利亚也是很可怜啊 万一啊 叙利亚的小孩看他们个个大肚子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 就是叙利亚的小孩个个大肚子 为啥吃不饱饭呢 小细腿大肚子 而且美国一百辆二百辆军车 上淫那个国家去偷石油去 人家本来是整着金砖税的国家 结果变成了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拜谁所持 美国呀 知道不行吗 这个国家 真的行吗 他不得自取灭亡吗 你们想想行吗 这坏事捉尽啊 真的行吗 你们会觉得真的呀 你看到叙利亚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是什么国家 委内瑞拉是全世界石油储备最多的国家 虽然说它是那个业岩油啊 开采价值比较相对高一些 但是它毕竟是能源大国 全世界排第一 俄罗斯的能源储备 只是委内瑞拉的十分之一 你会觉得我真的吗 你们上网查去 委内瑞拉全世界石油储备 全世界排第一 就俄罗斯那么吵着 它的石油储备量那么大 一千七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石油储备量这么干 石油储备量这么大 它只是委内瑞拉的十分之一 但是呢 委内瑞拉那么有石油 结果被美国给整的 现在目前为止 全世界他 他妈不说最穷 也他妈算是穷中有穷 妈的穷中穷了 那穷的老惨了 什么感觉 都是拜美国所策啊 都要美国这种制裁来打压 但他妈的围堵啊 所有西方国家 谁也不能买委内瑞拉石油 导致委内瑞拉石油 呱呱就往大海里躺 也不要你们买 能明白啥意思吗 就是躺扔他 谁也不想买 买我就省你 买完就是抢完不给钱 就差了吗 熊完了 我这个熊蒙了 这美国他能得好 我去你嘛 美国大多的财团都是犹太人 对 他的军工复合体 包括他的能源体系 大的财团都是犹太人 其实说实话 美国的资本基本都被 都被犹太财团所操控 知道这个消息口个气 有的财团说 美国的B12什么轰炸机爆炸了 假消息 假消息 有很多主播 现在还跟他摆一会 哎呀 美国的这个战斗机 怎么爆炸了 是个好消息 我告诉你 没长脑袋 今天是愚人节 是美国的一个愚人节记者 写出来玩的 知道不行 而不是真事 你们相信果格 我也希望这个世界是真的 我也希望这个轰炸机 真就爆炸了 我这我给你们带来个快乐 但是这是假消息 我这从来不督赚假消息 因为啥呢 因为我知道那消息 纯属扯大 美国汽油更便宜 他竟想一下 犹太人太坏了 我跟你讲 就像我曾经在 这不讲 我没别的意思 咱就是个咸老可 就像我说似的 当年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叫 德国的那叫什么了 希特勒 一千五百万的犹太人 他给屠杀了六百多万 我说过没 兄弟们 我是唯一一个在这不讲 我说你记住兄弟们 他可怜之人 他肯定必有可恨之处 就是我在这不讲讲过一万别 为什么 因为德国当年在一战失败了 私在失败完之后 他整个德国的经济 包括欧洲的经济 都被犹太人所操控 最后德国到什么程度了 老百姓一战失败 还得面临赔偿西方国家的一些债务问题 德国怎么崛起啊 没法崛起 就这么 他的面包 对面包卖五十万 五十万 那叫德国那钱叫什么 叫什么客啊 是叫什么 那些钱 德国人买不起 他们那个牛奶 知道不兄弟们 都炒到 你干一月公子 都买不起他一杯牛奶 就是希特勒上来之后 就找到这些犹太有钱的人 马克 对马克 这个希特勒上来之后 就找到犹太这些有钱人 就跟这犹太有钱人就说了 说你看你们这么 你们在我们德国 正的可以说是盆满的钵满 我现在是德国总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希特勒 他还不是德国总统呢 他个小国酒馆 小酒馆暴动完之后 希特勒就变成了 德国的一个总理 他就找到这些犹太有钱人 一个开大商店的 他就跟他说 你看你们现在这么有钱 能不能帮助我们 把你们的这个物品 降一些价格 让我们德国的这些老百姓 吃上 吃上和尚点 你们少挣点还不行吗 你知道这帮币 你们你知道这帮币 都干出什么事吗 他们卖的那个牛奶 就犹太人卖的那个牛奶 本来只五毛钱一杯 他卖五十马克 就是买不起 但是这个牛奶 马上就要坏了 给你五块钱一杯也不卖 我应可倒核桃里 就是犹太人把牛奶 一桶一桶的倒在大河里头 他也不少钱卖给德国人 就这么的要希特勒一手 我擦你 我擦你 兄弟你干吗 来搞我 搞你你熟识到不 他应可倒在大海里头 就是不给不给德国老百姓买 就不卖给你们 就是我定五十块钱一杯 我你妈的 我就是应可倒他妈的 倒他妈的大海里头 我都不给你他妈的 这个德国的这些老百姓和 就这那希特勒再次找到他们 给他们开了个紧急会议 说如果在我通知你们的 这一段时间内 把钱或者是多少钱 每个月交给我们德国政府 多少钱的方式 要是不给的话 你们的商店 你们的产业会将将会遭到 我们德国老百姓 或者是我们军团 那个叫德国那个时候 有一个德国那叫啥了 现在吗 德国那叫什么什么 盖世太保 说我们这些盖世太保 只得得研究你们 最后犹太人狂起来了 哎呀 当时威胁希特勒 说什么呢 你们是个战败国 你们难道不在这个 吸取战争灭亡的准备吗 对要他纳税 他们不干 他们说啥呢 你们本身是个战败国 我们在你们国家挣两个钱 我们可以完全退出你们的国家 记住了 不要用这种方式威胁我们 就这么给希特勒干击眼了 知道吗 兄弟们 你们一夜之间 全程围剿 那个犹太人 把犹太人所有的商店 和经营的所有产业全部充空 就会儿整了一个 那叫什么集中营 那叫什么集中营 兄弟们 那叫什么集中营了 整到那个集中营可就惨了 哎呦我的妈 水晶之夜 对 对对对 你看大伙都知道 我的妈就给他们整屁了 那个时候反应过来都晚了 我跟你说实话 你会觉得我真的吗 你们相信我 当年如果他们要是 对 奥式微信 奥式微信 如果当时奥式微信集中营 如果当时这帮就是这帮小的 这帮犹太人要是真就拿出来的钱 或者是他们就是不挣那个 不发那个战争财 他们是不会出现这种局面的 知道吗 兄弟们 奥式微信 对 犹太人是哪个人的 犹太人他没有一个固定国家 他们就是一个游走民族 能明白吗 犹太人要是现在按说的话 他们的发源力在哪 就在现在的阿拉伯和现在的以色列 能明白吗 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领土 他们这些国家没有地中 他们只能做买卖 导致成就他们做买卖的这个能力了 懂得打个动 能明白吗 你们会觉得我真的吗 真的 他们就像现在的库尔德银一样 有这个银种 但是你说他的国家在哪 土耳其也有 希拉 希拉 伊拉克也有 叙利亚也有 伊朗也有 库尔德银就是以前的犹太人 你们会觉得我真的吗 你们向我查一查 你就会觉得国家说的对了 当年的犹太人就是没有地中 导致他们怎么办 到哪都是乞讨 最开始要钱 要饭 要吃的 就是他们一说 哎呀 这嘎的面包五毛钱 那嘎面包一块 我哥这嘎揣五个面包 上天卡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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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导致他们买卖啊 生意做的特别好 知道吗 行吗 但是犹太人啊 以色列人对我们说实话不错 你们会觉得我真的假的吗 我确定不说假话 当年德国在围剿整个犹太人的时候 我们在德国有个大使馆啊 知道行吗 我们那个大使馆 没找救他们人 二十多万 知道不行吗 通过我们中转到上海和香港 救了他们二十多万 要不那些人都得被那个希特勒给杀了 所以说他们赐我们当年的那个大使馆的那个馆长为国父啊 现在有一条级 在以色列 在以色列有一条级 就是以我们那个当年大使馆的那个馆长 命名的 他们每年都上上去祭拜 知道吗 海顿计划 对 你看大国都是 二战士上海 对 那小叫什么 何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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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犹太人的恩人 给他们留的种子 没有他 他们都万了 你会觉得我真的吗 你要觉得国哥说的对 抠个气 真的 他们特别对我们挺好 他对我们那个何凤山大哥 那是一辈子记着 相当于拿他当国父 差点给他灭了 这件事我知道 对 真是真的 我跟你说 什么 我这说的有的话吧 可能就是有点太直观 你看国哥说的没有道理 咱们看到这个人 没有胳膊没有腿 在大街上乞讨 我们看到的都是第一时间 这个人真的真挺可怜 给他两毛钱 给他一块钱 给他十块钱 对不对 看到挺可怜 你知道他的身世吗 你看到的只是表象 那当你知道他是拐着人家喜益 就是让人家把他胳膊嘴给打折了 你还会给他一毛钱吗 能明白吗 就只能说明一点 咱们看到眼睛看到的东西 他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存在 而且也记住一点 可怜之人 他肯定必有可恨之处 知道吗 兄弟们 那个犹太人不会报恩 我跟你讲 这玩意咋说 我只能说吧 你也不能说就是整个民族 或者是整个人种 他就是到那样 就是我只能说一句话 咱们把不能都带着有色的眼光 去看某一个人种 咱说实话 就像咱们人都是一样 某个地区都有穷人 某个地区都有富人 某个地区都有好人 相对他也有坏人 能明白吗 只不过就是他们 大多数是坏人罢了 知道不行 你们 国各从古到今 懂得真挺多 感谢一个老兵大哥 中东以色列对中国 对 他对我们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咱们 咱也不能说是网架的 太去说这个以色列不好 就像咱们说土耳其似的 他现在跟俄罗斯整挺好 但是说实话 在内心当中 我对他印象一点都不好 为啥 当年咱们过他那个土耳其海峡 他们管我们要多少钱 这个事 我就因为这个国家 一辈子不能让我们原谅他 你会讲我真假 我这人从小到大就几个记仇 知道不 和你观点一样 谢哥 全天下犹太人最坏 这个可以这么说 我跟你讲 我在这边曾经跟大伙讲过 全世界有这么一个银种 都是比较坏的 一个是日耳曼人 一个最坏的是犹太人 第三个杨克鲁沙克逊人 第四个最坏的 就是谁跟他排第二 我的报告是 谁日耳 全世界最坏的人得算是日本人排第一 犹太人排第二 知道吗 昂格鲁沙克逊排第三 日耳曼排他妈第四 你这 你再整出来第五个 我告诉你 就是日本人是他妈最坏的 我告诉你 小日本的是最坏 韩国的配吗 我告诉你兄弟们 千万别把拿韩国当个事 我这人说话 你背不白点 你看看多大点 避养个地方那是成兵成经我们的藩帮小国 我们顺着背的 你提他干啥呀 感谢我海王大哥 你提他都犹如我们的光辉形象 我这么说话 他听着不能生气吧 小本着最坏 阿三啥呀 兄弟们 被提阿三 我告诉你啊 你们老说阿三第几 我告诉你 阿三这个国家 我跟你说实话 最傻了八几 你回去老过真假的 你就看阿三那个国家 就是训练时候打炮 感谢我老爷啊 就是他什么叫训练前打炮 就是平时你看他炮柄 他怎么发射炮弹 你要看完之后 你都能混过去 像个跳马猴子似的 本个炮弹 他都不怕掉地下 呱呱连蹦带跳 就往那个炮弹里高 往炮口里高 你会觉得我这能说明了 这能说一名傻 这不一帮傻 他是最傻的国家 就是淫种不行 你会觉得我这样 我告诉你兄弟们 就是那个淫要是跟咱们玩 跟咱们做买卖 我不撒谎 我能让他天天都上当 当当都一样 你信不信 你会觉得我真的吗 我告诉你 那淫种根本排不上号 事实证明 我告诉你们 会觉得我吹牛逼 我告诉你兄弟们 你们就记住国家今天说的话 事实证明 中国人是最聪明的人 你们会觉得我我不信 兄弟们 你们就知道 你会觉得我吹牛逼 我告诉你兄弟们 中国人是最聪明的 知道吗 兄弟们 你会觉得我真的吗 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现在跟他们有差距 是因为我们基于以前的历史 导致我们曾经闭关锁国 或者是通过战争 让我们倒退了多少年 如果我们要是赶上了 第一波工业革命 美国你是你妈的个三脚搂着 呀你呀 你们想想我个说 对不对 如果第一波工业革命 我们要是赶上了 全世界东方龙是这个 美国是我孙子 你会觉得我 我告诉你 这个天路大哥 你说犹太人最聪明 我告诉你哥 中国人最聪明 你信就信 不信就当这个主播吹牛逼了 中国人最聪明 我就一句简单的话 你们就能明白 我们一个政党领着15亿人 通过几年的光景 成为了全世界第二 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真正的黄金时期 都不足20年 哪个国家做到了 你们会觉得我真的吗 你们同意国国 我们一个政党 领导的全世界最多的人 15亿人 最佳黄金周期 没超过20年 我们现在基本跟西方国家 平起平坐了 谁能做到 这个脑子里多有玩意儿啊 真的兄弟们 我们一个改革开放 我们一个招商引资 真的兄弟们 哎呀 不跟你们唠太多了 脑子太高用了 什么叫招商引资 知道吗兄弟们 什么叫招商引资 什么叫改革开放啊 就是把你们的啊 把你们 把你们的技术 把你们的产能 把你们的设施 全都引到我们这 我们什么都不要 我们的老百姓 就是给你卖手腕的 都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加工能力太便宜了 中国老百姓这个劳动力太不值钱了 兄弟们 让你干两天 你啥也没学会 让你干二年 你啥都会了 同意国歌 关点口歌 起 能明白不 这回你们能明白不 你们会觉得 我没明白你说的话 那我就不能 不能跟你们过多解释了 这啥厉害 绝对厉害 我告诉你 中国人太聪明了 就你什么玩意弄过来 我们几天就给你 就给你摆平 其实我不是吹牛皮 就是最聪明的人种 谁都得佩服 中国人绝对聪明 你记住一点 华夏五千年传统文化 而且四大文明古国 我们一直得是拘手的 那些国家就是基本上 灭亡的灭亡 被殖民的殖民 而我们一直独立自主 你以为我说的错吗 同一国格观点不 啊 学内蒙 厉害 我可不是盲目 跟着吹牛皮啊 咱们确实厉害 你被管什么领域 咱们确实厉害 义无人更聪明 对呀 义无小商品 吹牛皮全世界 80%依赖 你知道不 低调低调 咱自个家人 才吹口牛皮嘛 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五千年 只有中国 对呀 华夏五千年传统文化 你美国建国他二百来年 你跟他喊鸡毛 你有什么文化 你驴瓦烂的 你那国家咱说实话 都七零七零八臭的 你那个国家说实话 都是杂交产物 上一 他们最害怕上医院 我不 我不埋的谁 他们一上医院 要是以得血液病 一化验 那可能都有动物力 血液的成分 能明白我啥意思吗 兄弟们 就纯度不高 他亲敌是谁 不知道 差点了 我就为啥叫五尔联盟啊 东北话来讲 就一尔联宁 厉害了我的国 那必须的 做一个中文 这点自豪没有吗 必须得有民族自信心 但是不能狂妄之大 知道不行吗 但是得必须知己知彼 知道不行的吗 就是啥呢 咱们得啥呢 民族自信心得加强 但是你不能盲目 盲目的自信 盲目的崇拜 知道不行 要是盲目的崇拜 你就会给自己自降身价 知道吗 低调低调 太对了 对 必须得有文化自信的 你这个国家 没有文化自信不完了吗 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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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